互相接话的默契 这对太空人兄弟展现出两人身为双胞胎 心灵相通的特色 美国太空总数也看中他们拥有的相同基因 在2015年3月实行一项史无前例的研究 将双胞胎其中一位兄弟史考特送上太空生活快一年 另一人马克留在地球 之后比对两人基因观察有何不同 这项实验成果在当地时间周五终于揭晓 科学家说的端粒指的是染色体尾端 这部分的长短和细胞寿命有关 变短代表人体老化 不过回到地球后 他的端粒又回到正常范围 甚至比上太空前还要短 因此科学家表示 这不能代表史考特有变年轻 另外史考特的眼球结构出现 太空人会有的典型症状 他的免疫系统没有问题 不过认知能力在回到地球后 需要重新适应 我的肌肉和疲惫 和疲惫 比上次的疲惫 比上次的疲惫 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没有触碰到任何东西 像任何重要的接触 它是非常非常敏感 我坐在哪里或躲在哪里 或躲在哪里 史考特的身体 在回到地球后六个月就恢复正常 而这项双胞胎比对实验结果 也成为科学家日后的研究指标 太空总署计划未来 再进行更多一年性任务 观察更多太空人身体状况 保障这些宇宙英雄的健康 才能探索更远的外太空角落 大海新闻 郑宇轩编译